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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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金們大家好 我是K&A 聽說這個洛盛都 出現了一個億萬富翁的這個家 所以有億萬富翁的家 我們就一定會有這個 超級厲害的超跑對不對 那我們就直接去那個地方 聽說也是 住在這種半山腰 但是我有點 不確定他的位置 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必須先去請教一下 這個我們的警察 大人看這一個 有沒有 差點壓到那隻貓 看一下那個 億萬富翁到底住在哪裡 好啦我們已經到了警察局 怎麼 感覺今天警察局還是 沒開啊 有開有開 今天警察局是有開的 哈囉 嗨安安 請問你們知道這個 洛盛都最有錢的人住在哪裡嗎 這個 涉及個人隱私喔 我不能隨便透露 那我給你一千塊 你就可以透露了吧 一千塊 不行啊這個是個人隱私啊 那不然兩千 喔看起來像是那個會透露個人隱私的人嗎 那不然三千 喔他的住址呢 就在這個地方喔 你去那邊找他就可以了 洛盛都101號啊 他的門牌號碼 喔洛盛都101號 好好好 果然有錢能使鬼推磨啊對不對 隨便套一下就出來了 我們直接導航到那邊去 嗯 他給我的這個地址 這附近並沒有所謂的豪宅 是下面那一間嗎 我去看一下 有可能是這一間喔 但是看起來有點破耶 億萬富翁怎麼可能住這種 這麼普通的房子呢 應該還要看起來更豪華一點啊 我們再往前看一下喔 可是我不記得這一邊有豪宅 欸 欸有欸 那邊有一間奇奇怪怪的有沒有 打了一個地基出來 看來我們的億萬富翁 就住在那邊 走了走了走了 我什麼人都偷過 就是沒有偷過億萬富翁的這一個跑車啊 來看一下他家長的如何 看起來還蠻漂亮的耶 然後大門口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門牌是101號 沒有錯 洛盛都101號 就在這邊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他這個大門應該沒有鎖吧 感覺裡面沒人耶 也是億萬富翁通常都有好幾個家 這只是他其中一個家而已 好家在我這邊早就已經拿到了這個萬用的感應器 所以這個門會直接打開來 然後 他的車應該就是在這邊的車庫吧 來看一下有沒有車齁 第一台 欸空的 空的 空的 哪裡 難不成 他有什麼機關才可以把車子給叫出來 我們先看一下 他中間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渡道耶 這會滑倒耶 我剛才差點滑倒阿 直接這邊跑步 進去看看 前面還放了一個香檳塔 然後右邊 這邊是撞球桌 然後這邊就應該是客廳了吧 對不對 然後 裡面還有一個超大的游泳池耶 我看來這邊直接當我家就好了啦 不要偷車了啦 直接把這個家給偷過來比較重要阿 這看起來很不錯耶 對不對 整個感覺就來了 這比我家還要漂亮耶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泡溫泉的 然後看一下還沒有什麼其他的設施 這邊有一個廚房 然後旁邊過去又一個客廳 你怎麼去二樓阿 我沒有找到二樓的樓梯阿 不可能他一定有地方可以上二樓 二樓要怎麼上去 二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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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沒 我真的找不到樓梯耶 哪裡可以上二樓 這該不會是傳說中的密室逃脫吧 究竟二樓的樓梯到底在哪裡 我們先走出中庭好了 因為我這邊是目前是沒有看到二樓的樓梯阿 中庭然後從這邊繞出去 應該就可以上二樓了 這邊這邊 沒有路可以出去 還是說要走這個 他應該不會設計的這麼危險吧 好過來了過來了 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你看下面那間房子很醜 可是他們家卻有游泳池耶 直接批評人家的房子 我們走這邊過去 應該OK吧 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唉唷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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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我們想辦法找到二樓 唉唷 完了完了我卡在這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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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痛 奇怪 完全找不到二樓的樓梯耶 傻眼阿 這二樓一定有一個機關阿 不可能沒有樓梯吧 他都已經是豪宅了 來來來我們再從正門進去一次 還是二樓的樓梯在正門 這邊我沒看到 唉唷 他明明二樓就有東西對不對 喔 這旁邊有一條路 這邊可以過去 不行阿 唉唷 完全灑 欸等一下 這邊 剛才 木板為什麼動了一下 只有一秒鐘而已 你們剛才有沒有看到 這難不成下面有機關 我把它拆開來看看 還直接破壞這個豪宅的人的家裡阿 哈哈 不可能這下面有東西吧 我是沒有遇過說有豪宅是這樣子的說 這邊會有路口的 這個你叫觀眾拆觀眾也不相信阿 阿嘞 等一下 我把這個木板拆開來之後 蛤 這是什麼東西 哇嘞 等一下 我掉進一個密室空間 這是什麼 蛤 傻眼 哇嘞 游泳池的下面是一個電影院 這邊還有一個販賣部欸 這部電影是什麼 洛盛都2020 然後 這邊 還有一個路 這後面應該只是販賣部而已吧 喔 這邊可以打保齡球 他比我家還要高級阿 到底有誰家可以有這個保齡球館阿 太猛了吧 然後 這邊也有一條路 這邊要爬的上來 看一下 蛤 這一間是一個 感覺像是那個欸 賭博的地方欸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CN區欸 會不會太好笑了 這邊有做一個CN區啦 哇塞 欸這邊機台很多欸 他直接把這個機台全部搬過來這邊 太扯了 然後 蛤 哇嘞 等一下 喔 這邊有假的觀眾欸 他們都是假人 大家不要擔心 然後 有一個籃球場 會不會太棒了阿 好猛喔 這裡到底是怎樣 等一下 為什麼這邊少了一個樓梯 沒關係 不重要 重要的是 這一間真的可以當我豪宅阿 我們先回去 來來來來 欸不是我們來這邊是為了偷車 不是來看房子好不好 來來來我們先 欸 剛才發生什麼事情 我剛才很確定說這邊有發生 喔 喔 你看他那個 會動阿 好猛喔 阿我要怎麼上去 我是不是跑到他的陷阱的阿 欸這邊這邊這邊可以爬上去 再爬再爬 我們爬上來了 這太扯 最好有人會做這樣子的東西 對不對 不科學阿 接下來我覺得重點就是在二樓的 他一定有可以上去二樓的方法 喔知道了 走廚房這邊上去 太聰明了 對不對 廚房不行的話 冰箱 冰箱這邊可以上去 對不對 這看起來好像可以阿 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 奇怪這上面到底是什麼 竟然沒有入口可以給我上去 真的是太神奇了 這邊有一個雕像 該不會按下雕像我就可以到二樓吧 按下雕像我馬上被傳到這邊來 我真的傻眼 除了傻眼還是傻眼 然後這邊是一個小客廳 然後這邊應該就是主臥室了 我們已經成功上來了 上來這邊怎麼那麼困難 不虧是億萬富翁的豪宅阿 然後這邊有一個保險箱 按下去看看 什麼東西 外面車庫好像發生了一點聲音 我們跳下去 GOGOGO 是不是車子跑出來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些車庫門有沒有開 欸 我剛才按下那個金庫 就現在車庫門打開裡面又一個車庫門 這是怎樣 不給進去是不是 另外一邊咧 確認一下確認一下 欸 欸等一下 只有這個車庫是可以開的 哇咧 這台就是傳說中億萬富翁的超跑 看起來超帥的 欸這台不就是 GT7跑車浪漫旅裡面最快的車子 這台就是那個SRT阿 喔真的你看後面有寫一個SRT 我記得來這台車的車速 非常非常的快 快到一個極限 然後我們上車看看 我來這邊根本是來解謎 根本就不是來偷車的吧 我們看一下第一人稱 哇齁 它這個是電子試後照鏡欸 然後他們的內裝是長這個樣子 全卡蹦的 可以啊 我們就是要有這種載具 對不對 超帥的一台車 來來來來 我們把這一台車 要開去哪裡咧 感覺白色的車子有點普通對不對 我們先去換個顏色好了 我直接換了一個 跑車黃 看起來帥多了對不對 欸欸欸欸你想幹嘛 來我們試一下喔 我油門不太敢全部吹下去 喔喔喔喔太快太快太快 喔喔 用第一人稱試試看好了 喔唷 等一下這個隨便吹時速都超快的欸 喔唷 喔唷 哇塞不行啦 哇哩 哇哩我掉下去了是不是 嚇死我了 等一下這台車太快了 我們只能到一些比較寬敞的地方 才有辦法試這一台車啊 來了 我們來到了我們最熟悉的直線測試下水道 我們 3 2 1 GO 有點快 有點快 太快了 太快了 喔唷 先慢動作一下 時速700多 800多 這個彎過不去了 哇哩完了 完了 喔 哇哩 啊 我直接慢動作撞 撞牆 時速七八百欸 太快了吧 喔 這就是 錢的力量嗎 來再試一次 我們直接從這邊開始加速 直接開啟慢動作 現在時速800多 800多好像上不去了 800 830 840 850 850 106 極限了嗎 極限了嗎 喔 太快了這台車 這台車真的不得了耶 我們看一下它在 城市裡面開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們感受一下這個速度 你有看過一台車開到車禍可以直接飛起來的嗎 哇勒 完全停不下來 我們剛好在高速公路上面飆 應該比較適合 這一台車真的太快了啦 這一台車真的太猛了 完全不是人類可以駕馭的車子啊 這就是我們的SRT時速八百多欸 那我們就把這台車給開回駕 來了來了 真的太快了 這離心力真的非常的強 果然是GT7裡面最快的車子 對了我剛才說的是GT7跑車浪漫女7 不是嚇到列車手喔 這款遊戲是GTA5喔 不要跟GT7搞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最後呢 我要感謝這些加入Youtube會員的人 因為有你們讓阿金變得更好 感謝你們 就這樣